我們看這一點 它現在有兩個五邊型 一個是A,B,C,D 一個是P,Q,R,X,D 這個代表對應的點 所以角A對應到角P 角V對應到角Q 角A跟角P一樣 角V跟角Q一樣 以此類推 對應編成比例 AB比VC,比CD,比D,比EA 會等於PQ,比QR 比RS,比ST,比T,TP PQ,R,X,T 對啦 好,那麼它說這兩個五邊型相似 而且角A比,角V比,角C比,角D是2比3比2比1 好,那麼角E 它說現在是等於140數 那現在問的角Q跟角 角Q事實上是等於多來 角Q事實上是等於角V 所以事實上你是要求什麼呢 求角V 角V怎麼求 我們現在來看 這五邊型的話 一個五邊型 它的內角有多少 一個五邊型 我可以把它割成三個什麼呢 三個三角形 我就是帶那個 內角的公式 N-2 乘以180度 現在是五邊型嘛 所以這個等到 這是等於3 x180 這N現在是五邊型 所以 五邊型三內角的核是540度 540度 好,現在它有一個角是140 也就是說我540 把角E給扣掉 140 那剩下400度 那400度怎麼分配 400度的話 它是這樣分配的 角A比角B比角C比角D是2比3比2比1 那麼他現在問角B 就是說 角Q 實際上是等於角B嘛 那角B的話呢 這是400度 全部400度 乘以多少呢 幾分之幾 角B是分的3等分 2加3 加2加1 它分的3等分 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 5 6 7 8 這是8 8 85 40 所以是150度 角Q等150度 那角R呢 角R的話 對應到角C 角R事實上就是等於角C ABCPQ 角C 這個的話 這是等於400度 乘以8分之多少 角C佔低等分 角C佔量等分 85 40 85 40 所以100度 所以角R是等於100度 對方的確保 是屬於 確保